照顾宝贝健康 苗栗县头份施工所 妇幼福利在加码 针对113年以后出生 父母亲一方涉及 头份一年以上的幼儿 明年起一般家庭轮状病毒疫苗 每季补助1000元 重低收入户疫苗挂号费 则是全额补助 希望家中宝贝健康成长 提升免疫力是关键 每一阶段的疫苗更不可少 为协助家户减轻负担 苗栗县妇幼福利再升级 头份施工所将在113年起 推动加码儿童健康补助计划 感受到这样的腿肌 要不要轻败 为了我本来的阴幼儿 能够在轻败的肌肌下 健康茁壮的成长 在方面要监视 家中的各种负担 这样的工作 做前方面的各种防复 所以要再经验 还有扁义酸 就会跟轮状病毒 口服疫的疫苗 来补助保障的爸爸妈妈 补助计划是为了保护 婴幼儿的健康 以减轻家长负担 一般家庭轮状病毒疫苗 每一剂补助1000元 中低收入户 疫苗接种费用 以及挂号费是免费 全额补助 一般家庭 这样子补助 13亿 1000元 最多补助300元 但整队用的 汉浴室的家庭 譬如说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费用全面 今天全面 连股费也全面 这样说 总共 别人都 198万 6000元 这项头份幼儿专属的福利措施 主要对象是 113年以后出生 父母亲一方户籍在头份 一年以上者 将在明年起 正式实施